Hello,大家好,今天吃的是各种糕 这个是红糖糕,鸡蛋糕,麻辣糕,白糖糕,还有一个千层糕 那我开始吃了 这个是红糖糕 这个口感很扎实 我觉得更像是馒头,不像是糕 它很扎实的 里面的红糖味很浓 像有嚼劲的馒头一样 这个是麻辣糕 这种特别的松软 我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 这个泡在豆浆里特别的好吃 微微的有点甜 真的很软很软 因为特别喜欢吃所以买了好几个 它这个皮是不一样的跟里面 我特别喜欢这个皮的感觉 好吃 这个是白糖糕 但是我觉得它更像酒那样的 因为它有一种酒的发酵的味道 口感跟麻辣糕一样 那种味道是不一样的 白白胖胖的 这个是鸡蛋糕 这个特别特别的软 真的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超好吃 里面蛋香味 还有一点淡淡的奶味 我觉得小朋友因为特别喜欢吃这个 像这种糕点类的 我感觉应该江浙那边会比较多和出名吧 我网上看到那些图片真的超级有人的 这个是千层糕 特别的黏 特别的黏 像是死定了 其实我们这里还有马蹄糕 芋头糕 五股杂粮糕 但是我去完了 就只剩千层糕了 还有一种用爱做的糕 也特别好吃 苦苦的 像我们这里这种千层糕之类的 都是按轻秤的 但这个很压秤一个就很重了 我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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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吃这些糕 我早就想一次性吃的够了 这种应该是用糯米粉做的 所以它才会这么的软 如果用面粉做的话 蒸出来会硬的 这种冷掉的也特别的软 我真的觉得这个超适合小朋友吃的 它这个味道闻上去就特别的香 特别的诱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种 好吃 我觉得这种中式的糕点真的超好吃的 每次我去茶楼我都会点麻辣糕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种糕点 所以我每次在网上看到江浙那里的糕点 我都特馋特馋 那今天就先吃到这里吧 拜拜 想看更多内容 请关注饮食星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